小郑呢 哎呦真好 我再看看你的书房 90年以前的书90%都捐给原来新东方的图书馆 这是后来的一些书 看这些书都80年来 你应该还记得 当时刘在福多说话 对 这有点乱 商务这套 商务这一套原来有一套旧的 后来商务完整都送了一套新的 这是谢敏的 谢敏老师跟我比较熟 因为当时他在中文学 教那个蒙隆诗的时候 我成立了一个北大司社 北大大学生司刊是我编的 是八几年的 八四年左右 收集全国的最好的诗歌印 印了以后再寄到全国内去 但诺两三七就没钱了 就换掉了 但是我们当时更加喜欢的互相交流的 西川是我大学出去 对 像孩子什么的 我也发表了大概有二三各个媒体报刊什么的 也发表了二三十首诗歌 第一首是什么 已经完全不记得写的啥了 应该找找 发在哪了 发在诗歌报上 那还挺厉害的 当时写一首诗是不是分发表 是不是特别拉风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超级可以吸引女孩的事情 但是我属于玩了不路流的 后来到大学毕业了就不写了 你说怎么样 前两天我在说是书房的时候 你看 当时还有 嗯 这个是戴王叔的诗 戴王叔 突然发现自己写他的诗 自己还会在下面续 生命在无望的悲哀中 悲思中吧 消逝 自由的百合 却开出鲜艳的花朵 不要做梦 不要做梦 灰梦想那里永远没有真实 当你吞眼寂寞泪珠时 爱情已滴落无底的深渊 写挺好的 屁啊 不要做梦 不要做梦 疫情期间你想最多的问题是吗 你说我啊 对想的比较多 那就行得吗怎么样 立于不败之地了 因为现在竞争太激励了 互联网 在线教育 资本冲入以后 各种各种不靠谱的这种 和靠谱的商业模式的出现 国家政策 因为就是说 动不动就有人跑路嘛 一跑路 国家的政策就会收紧 尤其今年年 疫情 中美关系 科技兴起的 教育行业的变革 资本进入的 教育行业的这种冲击 全部挤在一起了 任何一个决策可能就是 要不就是几个亿到几十个亿的 这个发展 要不就是几个亿到几十个亿的损失 那 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商业世界的一部分呢 从新东方上市开始 因为在新东方上市以前 我跟商人和企业家没有任何联系 就是觉得自己在做一个学校 突然就是媒体大篇报道 企业家聚楼部都来找我 说你要加入我们的聚楼部 我才开始意识到 我也是个企业家 我到现在也不太承认自己是个企业家 做事情不太像企业家 当时我也是95年去的美国 我回来看到了互联网 我也同样时间看到了互联网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 可以帮学生发email 那就回去 我就帮学生发email 发到美国大学去 完了每封信收五块钱 你看 这就是差距吧 你想过你在历史中的角色 没角色我在历史中有啥角色 我觉得在历史中的角色 就是我觉得至少有几个要素 第一要素呢 你做出了改变历史方向的事情 在中间的英雄伟人 当然更加厉害的就是改变人们的信仰 释迦牟尼是吧 耶稣之类的是吧 再一个呢就是说你 你是创造了某种思想体系 给人带来了就是说 某个阶段的社会的思想变革 卢苏 福尔泰 康德 这些人都应该算 包括尼采都应该算 就是 那我们 就是我后来想了想 我啥都不是 你说的都太大了 全世界都没太多 但是你 但是比如说你确实是在 中国和世界的交流之中 起到一个 扮演了一个很有 很有非常也重要也有意思的角色 其实没有 我自己也想过 就是假如说没有我 九十年代的中国留学 赞扬会兴起 我只是起到了一个催化的作用 就是说推动这个兴起 比较前的到来 并且它推动了更多的人到国外去读书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清德方的这个励志 加上那种狂热 点来了很多 本来并没有想点来的火花 但是坦率地说 没有我中国留学 这样会兴起 到今天为止一点都不会 少太多这样的人 那现在做的这种培训教育 帮助学生提高医育水平 数学水平 什么高考成绩高一点 我觉得其实更加是 我不做病人也在做 有很多竞争机构跟我做的同样的事情 我并没有做的事情就独特 有的时候我在想 我当时如果就留在北大做学问了 现在其实生活会更简单 更爱你读读书是吧 在北大上山步 玩了几个学生跟他们聊聊天 是吧 其实就是说我要去做访问学者呢 我比王石更加有优势 是吧 对 我的语言 至少不用重新学语言 对重新学 王石在哈佛大学学语言 学了个办事不和 但你看他都已经哈佛剑桥 完了呢 现在是在 在以色列 耶路撒冷大学 对 我觉得他这个东西 他也不是说为了真正的 要搞多大的学问 而是说满足自己一种内心的 可能想要的那种状态 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 我是一直想要的 就没时间是吧 对 就是那么多人在信任新东方 包括家长孩子 那还有你买了你的股票的股东们 几万的老师员工管理者 那你会对是遗憾吗 你觉得好像 我其实本来希望自己成为斯坦福那样的人 对 弄一块地 造一个大学 把一辈子的钱就弄进去 最后变成一个中国顶级名牌大学 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和想法 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和想法 但这个念头和想法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 也没有这样的环境 能把你把这个念头做成 但是我确实是有某种教育理想 但是也没想清楚的 因为我现在被现实生活和工作弄得焦头烂额的 你这么爱北大 被北大驱逐那一天是不是非常的 其实北大也没有驱逐 就是我85年留在北大 8687年到88年 我一直很悠闲地过着读书的 教教学生 反正学生爱来上课不来上课都跟我没啥关系 基本上北大的风格不就这样 突然发现周围的同学朋友都开始出国了 第一个offer是谁 是哪个 第一个offer是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他给了我2万美元的奖学金 就剩下一万就得你自己想办法了 我还真是到处借钱 根本就借不到 谁借我那么多钱 以前必是英雄汉 反正他现在也不给我发钱和奖学金 那我就干脆自己去赚这个钱 反正我就在北大的应该是在42楼 还是一楼那个拐角那个 我知道 42楼 对 但那个大楼的每一个楼的拐角 不有一个活动室吗 那个活动室是不做学生的 里面放个大电视机什么的 我就向那个这个拐楼的人租了一个小活动室 活动室里放上二三十张客座椅 然后就让这个就在北大里面无证经营 因为我本身其实平时在班内的时候 就是说正式的北大的班 我也给他们讲 为什么呢 因为这帮孩子不少都要出国 我说你们学这个贩毒有啥意思 22篇课文 讲22个礼拜 你们的智商和情商 哪需要我讲22 我说20篇课文 我用三到四堂个给你们全部讲完 讲完剩下来的 我说我就给你们讲兔夫算了 所以北大的第一批考到兔夫高分 并向到国外去留学 都是我的选择 对 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经验移到了收费版 还是在北大 大部分还是北大学生 但是已经有外面的 听说的也进来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就是北大处分我的一个由头 因为北大突然发现 有人从北大的自己开的兔夫班里面 退班了 跑到我那来上课 等于我侵害了那些 在英语系绊班的那几个人的利益 可以可以的好像 应该看不到 被封起来了 对 被封起来了 下去吧 这个地方已经弄成这样了 哎呀 开心 开心 对 说这个礼堂至少走出去了一两万 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的名牌高校去读书 就在这儿办公 晚上就在礼堂的1000多人 进2000人的座位里面 给所有的学生上课 最厉害的时候 大概能上到12个小时的课 就北大 北大 北大这个一个月的课量 我大概两天就能上完 是不是世界范围里面 英语学习没有像中国 像新东华这种方式的 全世界范围里面 有相似的 至少当初是没有的 因为当时我91年出来以后 我用的第一批老师 全是北大的我的同事 因为英文水平好 是吧 也不需要培训 但是后来 其实过了半年不到 这批同事就全部被学生给赶走了 不是这些老师的英语水平不行 而是他们就是不能符合学生的 本身的就是学习需求 因为这些学生来呢 就希望以最快最短的时间 能考出最好的分数 也就是说本质上来说 他们来不是为了真正的提高英语水平 对 他们都是为了提高考试水平 刚才我觉得在礼堂 也有点像当年那种19世纪中叶旧金山那种感觉 当年那个go rush 然后你是给当时做基础服务的 对 有点那个感觉 那种历史的特定语境不可复制了 不可复制了 嗯 自己有意无意的参与了一个历史时期是这样 对 对 包括我们说大家对英语的这种变化 80年代是那样的一个起伏 90年代变成一个充满了就是平等啊 各种寻找机会这种狂热的时代 嗯 2000年之后这种东西又发生转变 因为我们又入了WTO又又开始办了 对 其实大家对英语的态度没有改变 但是呢就是 80年代大家英语水平都很低 90年代呢大家是追求出国 嗯 也不是追求英语水平 嗯 90年代的英语学习分成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要出国的 嗯 一种人就是要在工作中 嗯 要到外去的 嗯 到了 2000年以后呢 成人学英语的热情反而下降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的成人 一个是英语水平开始提高了 嗯 第二个是就是说从初中高中开始 英语教学到大学 英语教学加强了 当时四六级考研 呃 第三个呢就是学生发现工作的机会 不仅仅是去外企了 嗯 对本土企业兴起了 创业公司啊 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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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活啊等等啊 公务员啊 发现这个东西英语水平 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强制的刚性需求 英语就变成了一个华向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嗯 就是说青少年的英语培训是从20000年开始 就是猛然兴起的 嗯 很多家长突然意识到了我的孩子未来是要出国 或者说我的孩子未来考大学的话 我的孩子英语必须要好 像北京上海就从一年级就开始了 嗯 就这个变化特别明显 嗯 嗯 那青少年的英语学习就一如既往的就是火热 嗯 就是越来越热 那现在英东方这种 他的比例 这个收入比例来讲 嗯 青少年这部分占多少 那部分那部分已经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了 嗯 对对你来说英语是 你比如说我们我们跟刚刚跟徐老师聊天 就很很强的感觉 他一方面在翻译乔伊斯翻译王尔德 嗯 就英语是一个那种文明 嗯 那种连结 对你来说英语是 是什么感觉 英语后来变成了我一个赚钱的工具了 是啊 嗯 嗯 那会不会那种 对自己这个培训的这种本身的怀疑 我也就是 不经常怀疑是吗 其实英语怀疑 所以反而我做新东方做的做的不是那么带劲 你知道吗 来 嗯 快点 这件事情就是说就是应该这么说 它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嗯 因为你毕竟在帮助成千 新东方一年三百万学生在这 帮助 上百万的学生因为新东方的老师的辅导他们的在班列的成绩变得更好 你不能说这些是没有意义 我觉得只有新东方的成功 嗯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做的事情不伟大 也不是坏事 嗯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 我是这么认为的 城市孩子上不了大学 对城市孩子影响不是那么大 它有很多的别的机会可以出国 是吧 还可以就是说 就是说 父母帮他们解决别的别的办法 但是农村孩子上不了大学 其实他就变成一辈子农民了 嗯 你是不是对这种平等 对这种公平是非常的 我是挺在意的 对非常在意的 挺在意的 很大的驱动力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是我的部分以上是我的教育理想 一点都不宏大 因为宏大的教育理想都是要做全人教育啊 什么就是 数字教育啊 就是说 把中国孩子培养成世界的精英人物啊 但我觉得 基本上就是说 我现在我更多的经历自己已经倾斜到了 就是农村 我怎么样把新东方的教育资源 在我隶属能及的范围之内 覆盖到更多的农村孩子 这件事情也许 别人不一定愿意去做 也不一定泄于去做 而我有能力调动这样的资源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心情去做 也许反而就是有点意义的事情 当然思考归思考要做起来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因为现实太复杂太麻烦了 就不太好说了 就是现在的农村呢 出现的问题比较麻烦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农村是不是会进一步空心化的问题 就我们小时候的农村是很热闹的 那是一个很温馨的场所 你知道吧 农忙的时候的热闹 农忙以后的庆祝 过节的时候的互相亲戚走来走去 小朋友在打鼓场上打打闹闹 你现在在农村地区已经看不到一个 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的那种兴旺的农村景象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大量的农村小学 国家造了很好的校舍 当时造的校舍一般能容纳300人到500人 一个大的村小嘛 结果现在通常只有80人到100人在里面上学 为什么 那个并不是这个村庄的人数减少了 村庄里面的户口还都在这儿 宅基地还都在这儿 搬到省城地级市县城去了 还有镇里面 现在镇里面的小学一般都是满的 到了县城的小学和初中那就买得不得了 它这里面一系列的反应 国家的教育经费是根据生菌不款的 如果这个学校是300人的话 根据300个学生的生菌不款 这个学校冬天的供暖费 什么电费什么都是够的 那现在降成了比如说100人 少了200人的生菌不款 它还要维持那个校园 所以到冬天取暖费没了 我去支持了两个学校给他们装了电暖炉 因为不允许烧煤 烧煤污染环境 他弄完电暖炉它不开 我说为什么不开 他们一开一个冬天就是4万块钱的电费 我们没这个钱 所以我就说那我每年给你4万块钱电费吧 但是你这个能弄几个学校 弄不了几个学校 所以这个中国农村发展怎么变革的问题 孩子教育问题怎么解决 这公平性怎么解决问题 反正我还没想出头绪 但是这个事情就是 是没事有事就会在我脑袋中转的 这现在想最多的一个 这算是有意无意想的比较多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我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天天到农村去考察什么的 我一年也就最多走两三次 我今年冬天还要到农村去走一圈 我就是在 就很多问题是把时间内很难变过来的 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中 你是个人是解决不了的 或许这些年你做这种 就是你希望帮助这些更边缘的 或落后的地区的学生提高升学率 就这个努力在当时最初的想法是怎么开始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的机会 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一个农民的孩子 如果说能上上正规大学的话 对他来说扩大他的事业也好 扩大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以及人脉关系也好 以及他的自我认知也好 一定是有大大的好处 我相信进了大学整体来说 命运总会变得更好 因为人的想法是被观念改变的 那能够改变了观念的最好的地方 就是大学 大学生在那里不是说有一个校园 不是说教了几门知识 而是他同学之间 同学和老师之间 或者校园和社会之间 一起相融 相碰撞 给这个人会带来 人生一辈子的这种观念的改变 这是我认为大学最重要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说 大学应该是一个自由的 包容的 开放的地方 应该比社会更加自由 包容开放 原因就是因为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间 他们才能碰到出火花来 才能碰到出思想来 才能碰到出眼光和格局来 这是我对大学的定义 我认为大学不是去学专业的地方 你觉得你说我们有几个人 这个一辈子用的是大学学的专业 你看你学计算机的你用到了吗 我学英语的 我现在一年能用英语 做一两次讲话就了不起了 对吧 他都不是在大学激荡 碰到出来的思想业界 对人生的不满和对世界的不满 最后希望改变自己 和改变世界的那种心态 这个东西是你在农村学不到的 他不上大学学不到 你在工厂打工学不到的 那么他既然有这样的好处 我能做的唯一的就是 帮他上大学呗 因为这里面的鸿沟是无情的 表面上是打通的 比如说表面上打通 比如说中国的高考 所有的孩子只要上到高中 都能去考 不管你能说孩子是孩子 最后分数是一样的 所以表面上打通的 但是实际上他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城市的孩子 他从小可能就是在最好的业务员 最好的小学 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上学 他很自然的这条路 对他来说是一个没有障碍的道路 但农村孩子来说 小时候有的农村孩子 幼儿园都没有 从小在那个村小上学 往来又到正理的初中上学 正理的初中他连到县城最好的高中 他都去不了 以至于高考中间 或者是中考中间出现的题目 对农村孩子来说 比如说你出一个有关高体的题目 是吧 有关Elon Musk 这个火箭上天回收的题目 农村孩子可能看都没看过 你让他这个题目上他怎么竞争呢 所以这样的隐形的这种鸿沟 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其实我昨天我在教室里面 其实我感觉挺矛盾的 就一方面这些债子小孩有这么好的学校可以来读了 你看你看到那个黑板上写 旁边全都是科举的 就是过去的科举那种金棒题目 就是这套系统对我们的影响怎么大 这么多年一点变化都没有 对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高考制度 从一个意义上来说是真的 必不可少没有办法 因为他没有任何一套更加有效的制度 来公平的选拔人才 但是学校里面的教学体系 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但现在有几件事情我是在认真做的 第一件事情是科技与教育结合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产品 这件事情特别值得探索 比如说人工智能跟教育结合 大数据跟教育结合 是吧 到底能产生什么样的教育产品 这样的教育产品 未来能不能普及到公立学校里面去 并且对公立学校的孩子的学习 和老师的教学 产生一个至少更加高效 或者说是更加快乐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能够做到 就是比如说现在就是 一个老师在那儿讲 所有学生在那儿听 一张卷则考试合格和不合 这种方式有可能会改变 它会可能会变成讨论型的 或者说是比如说是人工智能 可能就变成了知识点教学 老师就集中培养孩子的 情感能力思维能力 和这个独立思考能力 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学校里面的组织模式 学生的成长模式 未来是一定会改变的 包括现在正在出现的这个区块力 就是不可篡改这个记录的 这样的一种功能 它可能能够把学生 比如说从初中到高中 他参加的所有的活动 所有的上课 所有的习题 所有的这个答案 所有的他的表现 都可能记录下来以后 经过人工智能分析 最后到高上的自动给出一种评价 而这个评价是不可篡改的 这个评价其实有可能就 表明了你这个人 其实可以到什么大学去上学 那个时候高考可能就 就是一考定终生 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发生改变 那这是一个 当然这件事情能不能来临我不知道 我只能做这么一个设计 那你说那时候人生会更开心 还是会更沮丧 它可能是另一种 因为你想随时被记录 也是很苦补的事情 有可能会很开心 因为他甚至学校的期末考试都不会有了 因为他不需要期末考试 对但他每一刻又面临着被记录了 也有可能 是吧 所以不知道嘛 至少我认为 现在那个在教室里面 镜头对着学生 记录学生在教室里面的 一举一动的这样的行为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就灾难性的呀 对人的塑造是很可怕的 男孩子连递个纸条都不敢了 对啊 我们年轻时候高中 给女孩子递个谈恋爱的纸条 偷偷地递过去 看看课外书就破五分 这是一种人生的美好的回忆 现在镜头一照 纸条还没递过去 下课就被老师找过去台湾学来 然后你们在区块链上记下了扣三分 这多可怕这件事情 所以还是别实现了 所以搞不清 其实我一直认为 真正的教育形态 就是老师和学生的一种 充分的没有压力的交流 并且老师引导学生 对于知识真正的热爱 让学生去追寻 对这个知识的探索 那是一种孔子时代就有的 有教无类 是吧 但是这个东西你 他现在已经 因为教育变成了一种竞争 那竞争就会有杀伤力 就某种意义上 他就已经偏离了教育本来的目的 那你会担心新东方加剧了这种竞争吗 我其实是有点担心的 其实是新东方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有点左右互搏的那种感觉 学生来到新东方 来到有资源有能力 来到新东方学习的学生 自然他的考分就会更高 那对于那些没有资源 实际上就是不公平 所以现在就是我对新东方的人说 我们新东方 不是现在就是对城里的家庭服务的不错 那这些家庭交钱的一部分 我们就要到农村去 帮着农村孩子 那左右互搏这件事情 你自己会消化他们还是怎么办 会消化掉 因为我认为他尽管有一定的不合理性 但是你也找不到一条完美的道路 而来的我到了这个年龄 已经有足够的耐心 来看一些问题逐渐的变革 或者说是通过看到这个现象去思考 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 而不是说一下子就是走极端或者跌幅 或者推翻科技语教育结合 家庭教育 中国农村相同教育 都是一个你只有通过循序渐进的努力 也许才能看到一点点成果的 那现在这些农村高中 这些孩子 其实我知道等待他们的 不管是他们留在农村 还是最后上了北大 都是一场艰苦的人生旅程 而且这个人生旅程这些艰苦和烦恼 是一辈子 只要你那口气还在就不会消失的 但是我依然认为值得他们去挑战 甚至我认为到了北大 可能更加艰难的人生 因为你有了思想 有了独立思考能力 有了自主能力 有了情怀 其实你是更加烦恼的 你自己不就这么一个例证吗 过来 我是鼎立的要支持农村孩子 尽可能多得上大学 我先不管他们的 什么速度教育 农村孩子才速度教育 我觉得农村孩子速度教育 比城市孩子好 因为他从小在农村就干农伙的 我觉得他干农伙长大的孩子 速度教育不会太差 他很吃苦 他勤劳 他朴素 性格开朗 当然现在农村孩子也有很多有问题的 比如说留守儿童长大的 因为父母不在身边 也有很多有问题的 但是总而言之 我就现在就是 有上百所农村高中孩子在跟着新东方学习 农村的普通高中的高考录学率 一般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也就是说每一百个学生能有二十五个考上大学 大部分孩子带三本 就一本的几乎是父母领奖 那我要提高他的一本录学率 提高他的二本录学率 是吧 还要提高他的整体大学录学率 我一般能把他们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 那这个就意味着让每一百个农村孩子 多了十个至少上大学的名额 那他只要考上大学 哪怕是三本 是吧 那他大学四年给他的磨练 带来的眼光感觉 格局肯定就不一样的 那那个时候他再回到农村 他可能就变成农村的创业者 或者是变成农村中间最有想法的人 那我觉得想法是改变世界的基础 是吧 我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去缅甸 中棉输油和输器管道 那条管道 超级巨大战略 那个老总就说一定要见你 我说为啥见 见完以后说 我就是你九几年代的学生 当时我就是 本来是陪着女朋友去听课的 结果被你一堂课 一堂课一讲 结果我发现我要自己去 最后到了MIT 学了这个工程技术 现在变成了中国的总工程师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每次听到我就会感到特别骄傲 那一课是特别幸福的时候吧 对 只要有人这么说 我就说 我还是有点用处 所以 我觉得 哪怕是能提供 展示的帮助和支持 但这个展示的帮助和支持 我觉得也挺重要 我记得我人生中间 犯禁重拒的一年 我都没敢填北的 还是我的老师给我填上北京大学 四个字 紧急着过了一个半月 北京大学录取同时就下来了 在江音的大街上面 乱叫乱喊乱跳的往前走 当然我还有几个同学陪着我 然后呢 就老百姓说 这个小家伙怎么回事啊 然后呢 就是我的同学 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完了全体老百姓 就在马路边上故障 哦 对